漁民將船隻停靠在花蓮港 緊急綁緊固定 因為梭拉颱風來勢洶洶 預估今晚到明天清晨發布海景 雖然28號凌晨減弱為中台 但是威力仍在增強當中 預計靠近台灣的時候 就會恢復到強烈颱風的等級 陸景則是可能在29號下半天發布 影響最明顯的地方 是先從東半部地區開始 特別是花東南部的山區 受到影響也很大 隨著颱風接近 加上適逢超級藍越 8月30號到9月3號漲潮期間 西部沿海都將可能海水倒灌 而且第11號颱風海葵 在28號上午生成 是大範圍的颱風 目前往沖繩的方向 如果再往北台灣前進 不排除有雙台夾擊的可能 不過氣象專家表示 要先留意蘇拉對南台灣 帶來的影響 並且透露出幾個 可能放颱風架的縣市 以及時間點 暴風圈大概在週三的下午之後 開始會接觸到我們的南台灣地區 包含了台東 屏東 高雄 台南 這幾個地方 所以在週三下午到晚上的時候 這幾個地方的朋友 倒是有可能會有颱風架 那到了禮拜四這一天的 影響層面來說是比較明顯 南高坪跟台東地區的話 週四這一整天當中 都有可能有颱風架的機會 為了防範蘇拉颱風來襲 行駛台東到蘭嶼綠島的客輪 28號傍晚起全部停航 綠島一整天開六班船 來回十二航次 就是為了要輸運一千五百名旅客 為了防台做好準備 記者黃毅君 王毅仲 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